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國大陸的民眾靜觀中共執政問題 又看到中共扶植的朝鮮政權不斷的核試驗 表示非常失望 他們聲明退出中共組織 好 一起來看這一期的退黨競選 孟大海說 靜觀邪黨所作所為令人髮指 壞事做絕 無藥可救 呼閣等等案件 媒體呼籲了20年了 才因為權力鬥爭而浮出水面 現在雷洋案 儒母殺人案 是邪黨的真實體現 再看看邪黨一手扶植的朝鮮流氓政權 完全不拿自己的人民和東三省 近億人的生命當回事 不停的核爆試驗 真是邪惡至極 孟大海在此宣誓 相信退出邪黨的黨團隊不與邪惡為伍 才能保平安 北京的張福安等人說 共產黨他們警匪一家 專門整治老百姓 能領導好一個國家嗎 我在前門住了30多年 看他們六四屠殺學生 迫害法輪功 製造天安門刺焚事件 那火剛一點著 滅火器就上來了 一看就是假的 他們不會有好下場 退出騙人的少先隊組織 中國大陸的老百姓對於中共宣傳蒙蔽民眾表示無奈 他們聲明退出中共組織 好 一起來看這一期的退黨精選 化名正義的大陸民眾說 我是一名剛剛參加工作的年輕人 老實講 中共邪黨敢於這樣長期對中國老百姓耍流氓 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共邪黨的長期洗腦手段 很多時候讓人很無奈 在此我聲明退出中共邪黨的共青團等邪惡組織 尋道者說 幾十年來謊無焉 惡魔巨爪閉雙眼 任賊作父情所依 而今悔悟作了斷 舉頭三尺有神明 決意退出惡鬼圈 背消額頭磨印記 上倉為政 保平安 當時毒勢金收回 退出魔黨和少團 好 謝謝趙培 中國大陸的老教師和企業家呢 都聲明退出少先隊和共青團組織 一起來看這一期的退黨精選 湖北的郁高恆說 本人已經78歲 當了一輩子的老師 剛工作的時候 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 加入了少先隊 經過半個世紀的觀察 深深的感受到共產黨的腐敗 對中華民族傳統道德的摧毀是史無前例的 在此 特聲明退出當年宣誓加入的少先隊組織 不與罪人為伍 做一個清白的中華兒女 祥瑞說 我是大陸的一名年輕企業家 很高興有幸在政府部門來檢查工作時 聽到政府的公務人員 給我講述三退保平安的消息 在此我也表態 退出中共邪黨的共青團等邪惡組織 有70歲的中共老黨員聲明退黨 也有北京民眾不滿貧富懸殊 宣布退出少先隊 一起來看這一期的退黨精選 長田人說 我是個70多歲的老黨員 我親眼看到了共產黨歷年來作惡多端 惡貫滿盈 我決定退出這個邪惡的組織 北京的劉青說 共產黨的天下沒有公正 貧富嚴重不均 中共當局根本就不顧老百姓的死活 百姓無處申訴 誰敢公開說真話 就會被維穩 我聲明退出中共邪黨附屬組織少先隊 在天滅中共時保平安 一名曾經參加過六四鎮壓民眾的中共士兵 發表了將近500字的退黨聲明 由於節目時間關係 讓我們來看他的聲明節選 河北的張家運說 我曾是廣州軍區的一名退伍軍人 參加過八九年六四天安門鎮壓北京學運與市民 當時被中共洗腦後 認為他們在鬧事反對政府 開始服從命令開槍鎮壓 成千上萬手無寸鐵的無辜民眾倒在血泊裡 心裡還認為為黨立了大功 今有幸聽到法輪功真相才幡然醒悟 做了幾十年的歷史罪人還不知被蒙在鼓裡 中共矛頭引來了西來邪靈 破壞了古老文化圖探了生靈 文革浩劫民不聊生六四圖城血染京城 1999年720中共江市集團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好人 還活摘他們的器官賣錢 一場場運動殺戮未停 八千萬同胞死於他的刀下 為了洗刷我的歷史罪過和恥辱 決心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組織 做一個有良知有人性的中華好兒女 當天滅中共時不做中共的陪葬品 以求上天的保佑 首先來關注中國的消息 長期遭中共當局軟禁的 中國著名維權律師高智晟 8月13日被發現 在陝西老家失蹤後 至今仍未回家 國際特赦組織週四發布緊急行動聲明 呼籲外界關注高律師的處境 以及要求中共當局 盡快無條件地釋放高律師 國際特赦組織9月14日發聲明說 高智晟律師據悉 目前在北京遭警察拘禁 但具體地點和現狀仍不清楚 根據他之前被監禁期間的遭遇 以及無法獲得律師幫助 高律師有極高危險 正遭受酷刑或其他虐待 因此呼籲各界緊急行動起來 關注高律師的處境 說句心理話 從西方的外交人權機構 到媒體關注度遠遠不夠 要強烈地關注高律師 他的自由 他的健康 他的安全 一個人是可以被迫害致死 而且現在高律師被他們借送回北京了 北京有高律師過去12年的老對手 北京日國安局國保總隊反顛覆支隊 用流氓酷刑手段對待高律師的就是北京這名人 聲明提到 高律師失蹤後 他在中國的支持者中至少3人遭到刑拘 7人被傳喚 兩人遭警察口頭警告 高律師的哥哥高智義也在8月26號遭到數小時的拘禁 聲明認為當局意在消除外界批評聲音 並封鎖高智晟現狀消息 大哥說沒有 現在還沒有一點消息 也沒有辦法吧 看看等一等 看看是不是十九大開完了 看看能不能有消息 是這樣 然後就是說現在國內呢 就是說在高晟被抓了以後呢 有些民主人士呢 尤其像邵棟國 李發旺等等 為高智晟吶喊 他們兩個現在已經被抓了 希望更多的就是說 國際社會去關注 也希望良心律師去介入這些案子 高智晟刑滿初遇三年以來 長期被軟禁在陝北農村老家 受到國保百般刁難 連看牙醫的自由都沒有 大陸維權人士此前曾發起多項聲援行動 山西維權人士李發旺 邵重國被捕錢 在多個社交平臺發起為高律師募集 律師費的活動 外界相信此舉惹惱了中共當局 新潭記者長春 王子祺 李佩玲採訪報導 9月11日到12日 來自全號的部分法輪功學員 匯聚首府堪培拉 在國會前舉行集會和請願活動 呼籲澳大利亞政府進一步關注中共的活摘罪行 制止迫害 來看報導 集會當天 來自澳大利亞各黨派的參眾議員 及法律界和醫學界人士 在國會內開展了一場 關於中共活摘罪行的研討會 並從立法 醫療等角度 討論如何制止罪惡 在澳洲的話呢 從立法呀 從那個外交部啊 健康衛生部啊 他們的角度能夠做些什麼 做了這樣的討論 那你可以看到來的那些議員呢 其實對這個話題都是非常關注的 去年呢 在那個上議院 選舉的時候 就通過了一個Motion決議案吧 那這個決議案呢 就是由自由黨和綠黨的議員共同提出來的 就是說要求澳洲政府呢 應該從立法呀 各個方面來做一些事情 來支持這樣的活摘 我們也可以保證 保證 要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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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香港的消費 外國人士 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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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法治 参议员Janet Rice向在国会外情愿的法轮功学员表示 中共的活摘罪行不能被接受 随着国际社会谴责声浪不断 人们都在关注发生在中国的活摘器官罪行 何时停止 以及何时结束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新唐人记者燕山 澳大利亚堪培拉采访报道 全球23个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团体 日前联署致信美国国务卿和财政部长 呼吁美国政府严格执行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 对15个国家的多名官员展开人权迫害案例的调查 其中包括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 和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陶金 去年12月 美国国会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 并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该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制裁全球违反人权者和贪腐者 主要制裁措施包括取消领取美国签证的资格 撤销已经获得的美国签证 冻结在美国境内的资产 禁止其资产在美国境内交易 今年9月13号 来自世界各地23个人权团体组成的一个联合阵线 致信美国国务卿和财政部长 要求他们使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 对15个人权迫害案例进行调查 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 和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陶金的名字 都在名单之列 傅政华2010年至2015年3月 任职北京公安局局长 现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长 逃经2010年至2014年 任职北京朝阳分局局长 现任北京公安局副局长 据美国之音报道 2013年9月14号 大陆维权人士曹顺利 受邀请往日内瓦参加人权培训会议 在北京机场准备登机时被失踪 同年10月 她被中共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正式逮捕 隔年3月 在被关押6个月后 曹顺利死于狱中 曹顺利遭受迫害一事 人权团体认为傅政华和陶京负有领导责任 中国人权问责中心发起人曹雅雪表示 中国的人权失害者太多了 不胜枚举 因此无法一次性送出全部名单 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 它是全球性的 而且这个法案 就是说人权失害者 他要经过国务院实施这个法律 那他要经过一个很细很严谨的 审查和核实事实的过程 所以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考虑 外交的考虑 政治的考虑 时间的考虑 比方说现在再去追究十年前的 就有点觉得时间太久了 包括法律上都有一个时效问题 联明信还说 只有美国政府采取行动的时候 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的承诺 才会得以实现 曹雅学认为 今年是第一年中共官员出现在制裁名单上 哪怕只有一个中国人权失害者 进入制裁名单 都能起到一种威慑作用 曹雅学表示 任何非政府组织或任何个人 都可以向美国国务院提交自己的名单 全国范围里普遍的在做 这个范围程度是极其为严重的 去海外追查国际通报显示 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 在任职北京公安局长期间 是北京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负责人 被追查国际多次追查通告